好,我们这期和大家聊一下吧 因为有很多朋友 说实话,有的可能是 我发视频通过网络来过来的 有的可能是一些朋友介绍过来的 就会问我一些关于国家注册省委员考试的一些内容 因为都知道在我考的时候 我第一次报名,第一次报五颗 然后一次性的都通过了这五颗 并且分数还不低 当然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但是我觉得也够用了 我也说QES基本是90分左右 然后那两颗 大家知道的那两颗基本是80分左右 肯定来说就是稳过的这样分数 说明福气也到位了 并且我复运的时间也不算长吧 两三个月时间吧 也就差不多两个半月这样时间 所以很多朋友也问啊 但是还是那句话 你问我,我肯定也乐意解答 但是实事求是讲啊,我的时间也有限 能力也有限 时间也有限 我一天也就是24个小时 目前我的状态也是除了睡觉啊 休息是吧 我基本上从早到晚,就是我录这个视频啊 目前早上七点钟啊 目前我在看,目前早上七点钟 基本来说从七点到晚上睡觉之前都不断的去工作啊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说一一解答 因为你你你你给我打电话 不可能三分之五分钟我说清楚吧 那不可能是吧 我也没那个能力是吧 我可能要跟你聊个 半个小时总的有吧 你半小时 寒暄两句就五分钟过去了 是吧 然后呢 那你再 再再讲一些 然后他再问一些 那半个小时打底 随便再聊聊别的 是吧 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但我确实现在 很难也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十九十九十讲 没有别的意思啊 所以呢 我尽量就是以这种 录视频的方式啊 就和大家分享 如果说好多人问我 我直接就甩几个视频是吧 因为这些说的也都是 我目前认为的干货吧 尤其在复习备考的过程中呢 我也去借鉴了一些 别人的老师的一些 一些东西吧 对吧 那好多我们就吸收嘛 对吧 那觉得说对我们帮助不大的 那我们就感谢嘛 是吧 就是个道理 那这期啊 觉得我也录了录后细续 也录了几期啊 那么这期呢 就主要是 因为 就是我录视频的这天啊 这是报名的时候啊 2023年 3月14号啊 就是 一会儿啊 一会儿就要报名了啊 当然好多人会觉得说啊 这次报名可能不用抢机位了 是吧 怎么说呢 我觉得 凡事啊 遇则利啊 不遇则废是吧 他不抢机位 这是那时候最好了嘛 我们都希望啊 但是呢 万一呢 是不是 所以还是这个道理啊 抢上抢不上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对吧 那不是我的事情啊 因为 那我已经 说句说句那个什么话叫做 我已经上岸了 是吧 并且呢 这次我有可能也报啊 但是我报的那科目肯定就是 就是大家不会抢的科目嘛 是吧 那不会抢的科目 我就 我无所谓嘛 是吧 但你不一样 是不是 你最基础的那科目 我们说的管理体系认证基础 不是不是 认证通用基础 那你要考嘛 那科目 抢是抢那科目 是不是 那些 别的一些小小的科目 那抢什么呀 是不是 所以那我的建议还是 不仅仅说是这次啊 就任何事情啊 怎么说了 你懂的 是吧 你懂的就行嘛 就是这个道理 既然你觉得这个事情要去做啊 并且付出了一点精力啊 然后你就 我们用这个管理体系的思想来说啊 就是分享管理的思想来说 多做一些预案啊 没有坏处 是吧 尤其说在你时间了 精力可控啊 或者说 什么的这个范围内啊 就多努力一点点嘛 因为这个报名 你报不上的话 那就 后面就不用聊了 是吧 聊啥呀 是不是 但是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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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场资格都没有 那还了算是吧 所以说这个 嗯 很多朋友啊 我也理解你的心情啊 你肯定就是想问我 你是怎么搞的啊 是不是有什么压箱秘诀 或者有什么学习方法 一些特别好的方法 怎么就是很 很好 有朋友说 觉得不可思议啊 怎么那一次过五课呢 是吧 有写就复习两个多月 我知道也有人一次过五课啊 但我也不知道人家是复习了多久啊 有可能人家复习了一个月 或者四天八天啊 但我觉得如果说你没有 系统的学习过 你十天八天过五课 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我不能说没有啊 那样太绝对了 但我觉得 不多啊 不多 至少如果真有十天八天 就能把五课过来 这样的大神 我肯定是要顶礼膜拜啊 一定的 就这个道理啊 所以说 我们说的不仅仅说是这一次的 或者你下次的考试啊 这个 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 这个我们不去强求统一每个人的思想啊 那是没有意义啊 也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只是说啊 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啊 你如果能够把这个管理体系这个思想啊 应用进去是吧 我们说的 刚才提到这个风险 风险管理啊 你这个事情就是在这个 暴露的时候啊 那你要去 有这样 什么叫做风险管理啊 风险就是我们说的 什么叫风险 风险就是不确定性啊 以及这个不确定性的影响 就是这个道理 它一定有不确定性的这种可能性嘛 这个可能性基本上比较小 或者说很小 但是它有可能对你的影响 都非常大 是吧 所以说 我们所谓的学习学习啊 最重要是把这些管理体系的思想 我们说管理体系 管理的思想有那么 基本上叫什么 原则有那么七个 六个五个了 是吧 这个我觉得 不是说不重要啊 这个数量 你不要非纠结说 有五个 有六个 有七个 有八个 这个怎么说了 是吧 你非要纠结这个事情 那就有点 就钻牛脚尖了 是吧 我们说这个 ISO体系啊 它有些这个 提到的 它用的一些方法 过程方法 是吧 PTC的循环 然后就是 分线管理 是吧 分线思维 那么过程管理 是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ISO ISO9001的 包括说 它的 其他的一些 体系 这个 采用的方法 就是过程方法 这个过程方法啊 它其实背后 有很深刻的 这样的一个 方法论 和哲学上的一些 一些这个思想 就是说 很多学这个 901的人啊 就是我也接触过 所以说 你要问我说 这个整个审核员队伍啊 这个 答案是什么样的现状 或者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是什么样 我觉得我还是 有一点发言权的嘛 因为 目前我也在逐渐的 在做这个审核方面的工作 然后呢 在备考的过程中啊 我也和很多的 这个审核员也交流过 所以大家的这个背景 所学所想 是目前所到达的一个 一个层次啊 我还算有一定发言权 所以我觉得 目前的现状啊 当然就是一提这个 一些这个管理体系啊 落地啊什么 基本能说明白的啊 也就是能把这个PDC说明白 就算不错了 对吧 至于什么是过程 过程方法 什么是分险管理啊 分险管理可能 也能说一说 但是最难最难 这个就是什么叫过程管理 什么叫过程 这过程是什么东西 真正能理解它 还是需要有很深的一些 哲学上的一些这个背景 所以这块有机会 但这块啊 就是我也在 我说实话哈 就是每个人都是 在不断地学习 对吧 不断地提升 对你一样 对我也一样 等有机会吧 有机会 我把这个过程思维的 这个过程思想背后的一些 哲学思想啊 哲学意味 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或者探讨一下 我对它的理解 所以这期啊 主要就是给大家一个 叫tips吧 就是一个提示 就是说在 不管你做任何的事情啊 就甚至在这个 背考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有个清晰的思维 就是我能不能把这个 管理学的这个思想 管理体系的思想 我用到这个过程 就是我这个考试 背考的过程中 是吧 哪怕用一点点 那也是个进步嘛 是吧 我们说这个叫 不及鬼步还是鬼步 是吧 无一支千里 是吧 我们一点点的 应用一点一点应用 对吧 对吧 把这种理论的东西 就融到我们的 平时的日常的生活工作 变成我们这个 就是无意识的这种 这种行为的时候 那你的就强大起来了嘛 是吧 对你一样 对我一样 我觉得任何人 也是这样慢慢强大起来 就这样的概念 这期关于这个审认考试啊 我们主要就是 聊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思想吧 是吧 我觉得这个思想是具有这个 我们所谓的要统领性 引领性 那你有这样的思想的话 那你这个一些具体的行为 那什么那些 我们再有机会 我们再慢慢慢慢再聊 是吧 这个大的思想有了 那其他的细节东西 不是说不重要啊 相代的来说 你就更有方向性了 就这样的道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